赵丽颖自四月份挺躬以来就绯闻不断,多次和冯烧峰密会被拍,更是被传出怀孕的传闻。 虽说赵两人就是不承认,但关于传闻却从未断过。 10月10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筛出了疑似二人的结婚证,并公开艾特两人,迎来大批吃瓜群众围观,感觉太突然了,表示不可思议,就这样曝光结婚证了。 在10月9日,赵丽颖突然宣布和经纪人结束合作,理由是处理私人事务。 自从四月赵丽颖拍完知否的拍摄之后,就不再接任何电视剧电影广告,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挺功修养。 而黄斌也赵丽颖发文之后,说出了一段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话,先是祝福营宝迈入人生新阶段,这是最幸福的一次,然后叮咛她,放假前也要高质量完成一流工作。 现在的赵丽颖已经是一线女星,这人生的新阶段指的又是什么呢? 赵丽颖曾几度被传怀孕,多次新生时都能看到小妇微微隆起。 前不久更是和冯绍峰,现身香港一家婴儿用品店,大肆采购,做实了怀孕传闻。 之前赵丽颖对外宣布,因为身体原因要挺供一段时间调整,看来正是要安心养胎。 事实上,网友们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恋情早已没有那么期待了,这几个月来,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瓜出现,早已让人见怪不怪了。 希望两个人赶紧公开恋情吧,不要再吊着吃瓜群众们的胃口了。 如果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,我们也会祝福两人,幸福美满。